我就想起另外一个攀附的太子党 王岐山 王岐山可能群陶也很熟悉 在80年代我的记者 他那时候参加走向未来丛书 谁能想到那个时候 以这种倡导改革开放 最后走向的是这样一个未来 成为一个专制政权的 一个暴君的酷吏打手 其实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想象 刘亚洲的情况 它在很多地方是有非常类似的轨迹 当然就是我们 我刚才说了 我们无法知道真正的全貌 就在这个时候 那有时候我偶尔也会想到 就是希特勒德国的时候 其实德国的军队是非常惨希特勒 就是职业军人 那些方面 那么他们试图和英国联系的时候 丘吉尔大概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说是只有一个死了的德国人 才是好的德国人 因为那个时候 就说伦敦被轰炸等等 就是整个自由世界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德国军人的那种非常微小的这种表现 现在外界是根本无法判断的 当然我们我想很多人从这种善良的想象也好 或者从这个人的常识判断也好 觉得认为军队里边可能有这种派系 甚至也许刘亚洲在想做一些事情 被抓住等等 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讲 这些可能我们是无法知道的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排除 我只能说这样